大家好,又和大家見面在這個叮噹碼頭的環節 我是主持世榮,下面有我的名字 有時叮噹碼頭很緊張刺激的賽事,我預計會有的,會在這個環節介紹給大家 又或者是之前曾經發生過很緊張刺激的叮噹碼頭 兩天一上一落,或者是很精彩的,追也好,放到尾也好 我都會跟大家介紹的,所以就會坐時光機 有時去未來,有時去之前 事不宜遲,我們看接下來的賽事是看什麼賽事 出發! 一到第三場的四班千二米,黎地賽事 我們看這個金樽一號 坐堅仔的時光機,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次,他跑到第二,出四個幾碼位 有什麼好看? 不要緊的,就是想跟大家看二三四名的 你看到這隻魚真,不是魚真魚假 魚真魚假就贏了那一匹 說的是金樽一號,十檔,白白地式三個匹 其實他沿途,因為檔位較遠 他留在中間三疊的位置 你見到他進到直路,甚至轉第六疊出彎 走位上,他相當吃虧 你看到上面那個紅色就是他轉彎的位置 你數一下自己,一排馬 他自己在這裡,其實他已經繞了一個很大的圈 當然追,當然會比較難 但是這樣,去到最後,剩下二百米的時候 你都以為他進不到三甲 因為魚真魚假已經脫開了,買了大家 但是,你看一下,他好像一排馬,距離都沒有改變 不過,去到最後,你會見到,咦,不是的 他越追越勁 甚至乎,追到過終點的時候 史雀峰已經收停了那隻馬 即是不需要再奮力,趨拆了 即是說什麼? 那隻馬如果早點發力,其實可能會追得更近 更加近也不一定 那這些馬,我相信他四歲,很有能力的 那還會進步的嘛,現在才四歲 雖然你說這次的檔位都是九檔 但是,騎的那個就是史雀峰 那隻馬,休息多一個月,也會再進步 試多個閘,再提升狀態 如果這次有個對的步速,甚至乎他的形勢上容易追 我相信他都會繼續在這裡 所以,這次就介紹這匹給大家 那下次的叮噹馬喉,再跟大家看過 喜歡這個節目,記得分享和訂閱,拜拜 拜拜